大家都在围观着 在喀布尔机场所发生的 帝国仓皇撤退的一幕幕闹剧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翻译党们 他们唯恐受到塔利班 以及阿富汗人民的政治抱负 所以要追随组织 追随美军 要撤到西方去 可是飞机的座位是有限的 只有那些真正的达官贵人 只有美国在名单上 要庇护的那些有身份的人 才能够进入机舱 一般的人只能在弦梯上拥挤 被践踏相互踩踏 甚至有的人会在螺旋桨上 企图要跟着去美国的自由天堂 但飞机一起飞之后 螺旋桨一旋转 他们就会甩下来 所以螺旋桨 然后抛人的场面非常震撼 美国是不是有意的 要这么责辱自己 这么让自己在全世界面前 像一个笑话一样存在 其实不是 美方显然 他的情报部门评估 他们撤离过程当中 阿富汗的民选政府跟政府军 可以坚持较长的时间 保护他们有序的 体面的撤退 可是这一切都因为 塔利班的闪电夺权 因为美国所扶植的 民选政府跟政府军体系的 快速崩溃 而化为炮影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计划外的 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 让它羞辱性的展现在全球面前 让人们看到美国这样一种 民主霸权或者民主帝国主义 已经溃不成军 已经衰朽至极 那么从而对人们 思考世界秩序的走向 会有极大的心理冲击 跟重新的这样一个考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